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本屆立法會選舉可以說是風起雲湧 面對著月薪十萬零一千元的議席肥缺 不僅是民主派和本土派在協調上有困難 原來建制派亦不枉多樣 在九龍西選區有一名已經連續擔任四屆九龍城區議員的建制派 決定毅然推出和暑黃昏一手創立的政黨 宣布有意參加九龍西直選 到底回馬昌對於梁美芬會造成什麼影響呢? 首先要介紹一下梁美芬舊部的背景 她的名字叫楊永傑 已經連續四屆擔任樂民選區區議員 在2019年的選舉當中 她更加大勝民主派的候選人六百多票 這個勝負距離在九龍城區已經算是非常大 她原來在前年的年底已經退出 和梁美芬共同創立的西九新動力 在今次的立法會選舉 她還有機會倒戈雙向和梁美芬一戰高下 聲稱要力爭建制派的第四席 實情在她前年退黨的時候 不單是她自己退 而且有五名地區兄弟和她一同退黨 她為何要退出西九新動力呢? 她說不滿組織近年跟京文聯越走越近 實情越走越近也無可厚非 因為梁美芬所屬政黨是京文聯 而她同時又創立了西九新動力 這兩個組織都是以她為主 當然會越走越近 其實這些都是多鬼魚的藉口 她想上位要退黨無可厚非 她說到越來越近的時候 就會失去了當年代表獨立議員的取態 那你不算是獨立 因為你是建制派 所以這些藉口 大家聽聽就可以了 其實每個人都想上位 為何要選擇在今屆參選呢? 這位楊永傑就說 經過評估實力以後 她認為自己已經有足夠地區裝腳支持 故此不想再幫人抬轎 改為自己擔政出選 她還透露 現時已經有十名地區裝腳支持她 有信心可以在選舉當中 最少拿到三萬票當選 至於她會不會跟其他建制派協調呢? 她說到要視乎協調機制的公平性 如果有任何不公平之處 她就或者不會參與協調而自行報名參選 這當然是值得慶賀的事 其實越多建制派的名單參選 就越好 目前來說 蔣麗雲就拜拜 因為其實她也是被逼退 如果可以選她一定會再選 好了 民建聯現在除了她以外 還有鄭詠遜 要補鄭詠遜就補不了 即是袁秋 那就拜拜了 目前鄭詠遜 暑暑 以及陳凱恩 他們都要謀求競逐連任 而建制派在九龍西的盤 其實只有十多萬票 如果要選多過三席就不夠分 所以最好越來越多這些名單參選 不只要這位楊永傑 最好連潘卓鴻也去玩一份 最好加多些藍絲也去玩一份 那些K100也去玩一份 這樣就越多名單越好 都可以把票源扯散 實情 非建制派同樣面臨這些問題 九龍西的議席只有六個 但有意參選的名單 已經超過六張 比如說現任議員 民主黨的黃碧雲 以及無黨籍的毛孟靜 他們就有意競逐連任 已經兩張名單 另外還有哪些人有意參選呢 工民黨的余德寶 工黨的劉小麗 他就有意翻閹了 還有文協的何啟明 文協已經連續輸了兩屆 他基本上每一屆都會參選 但每一屆都會輸 而且也挺高票落選 起碼也有萬多兩萬票 另外還有職工盟的施安娜 以及黃之鋒力撐的張崑陽 你只數數手指 這裡已經有七張名單 只有六席 那你出這麼多張名單 其實就是一個攬炒格局 而且還未計及本土派 所以真的要搞初選才行 最好把那個名單數目 控制在四至五張範圍 就最適合了 因為你越多名單 其實就會越扯散票員 你就算出六張名單 其實也沒有意義 因為在比例代表制之下 建制派怎麼都會在每一個選區 贏得一至兩席 你出六張名單 其實只是玩自己 所以希望他們這群參選的大哥大姐 真的想清楚 今屆的目標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 而是為了大局著想 而是為了拼過半數 希望他們就體重這個大局 把自己的個人利益放在裡面 這是真的 接下來就想講講一些功能界別 比如說體育演藝文化出版界 現在是由馬逢國做的 他已經連任了兩屆 似乎對於業界都沒有什麼貢獻 發善足塵 現在建制派似乎有意找回 這位霍氏的第三代 富三代 這個叫做 霍啟光就會接棒這個界別 當然他自己本人不知可否 但是已經有消息傳出來了 在上屆的選舉來說 馬逢國以1389票 贏了周博言 周博言只有809票 勝負距離是580票 當時的界別選民有2920人 今屆就去到3164友 即是多了200友登記 這個數字當然遠遠不夠 翻盤 因為就算說你這200多友 都是黃絲也好 勝負距離是580票 那你當然要越多人登記 就對於界別能夠光復到他 就越有利 但是你就死了 你有張良界 他就有過場梯 前排整班文化界 包括鄧小華 沈旭暉都走出來抗議 抗議什麼? 就是抗議警務處的社團註冊處 對於社團登記作出了不合理的資格審查 同時他們質疑警察利用行政手段 拖延社團登記 違反12個工作天審批的服務承諾 當然 現在臨近選舉 拖就拖 拖到你選民登記結束的時候 你不單止登記登記 不單止登記登記 連2021年的選舉委員會 即是說選特首的選委 他都可以令到你登記 他一邊就在拉布 一邊就在拖延 一邊就說你交不齊資料 一邊又說要審查你的資格 這個最好笑的了 別人開這個查藝會 那你怎麼審查別人的資格呢? 你怎麼知道誰是專家? 你怎麼審查? 你警察有資格審查嗎? 我這件事真的不明白 資格審查 警察真的多才多藝 你什麼都懂 別人搞一個文化社團 你審查你什麼資格?請問 有很多文化界都審查不到 比如說有一個人彈琴彈得很厲害 但他沒有證書 那你怎麼審查? 你找他現場彈給你聽嗎? 還是叫他考琴考到十級才好登記? 這些完全是多餘的 本身你這個社團註冊 都是行禮如儀 認識主義的 總之走完這些程序 給你適合了 你現在是諸多事實 搞這麼多事情 你無非就是想拉布 想拖延別人 等別人成為不到這個文化界的社團 他就沒辦法參加這個立法會選舉 或者是參加這個選委的選舉 你其實就變相剝奪了別人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擺明就是玩東西了 接著就說說台灣方面的消息 蔡英文總統宣布了 為了加強防控的國際合作 中華民國外交部和美國在台協會 已經共同發表了台灣防控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在平等護衛的原則下 台美雙方將會進一步強化諮詢和合作的機制 分享防控的措施 包括五大方面 第一 快篩檢驗試劑的研發 第二 疫苗和藥品的研發生產 第三 追蹤接觸者的技術和科技 第四 科學家和專家的知識交流和聯合會議 第五 醫療用品和設備的合作和交流 最後 美國還特別保留了30萬件防護衣原料給台灣 台灣也將會在國內的Mars產量 逐漸穩定以後 每個星期向美國提供10萬隻 這當然使得台美關係進一步升級 很多地方恨來恨去都恨不到 他們只能找到譚德塞 台灣的防控經驗做得這麼好 在國際社會當中當然會有國家欣賞 其中一個就是紐西蘭 紐西蘭總理阿爾登說明 台灣建立的群眾聚會架構成效不錯 所以紐西蘭將會仿效台灣的模式 防止出現社區感染 這個消息經過多家外媒報導以後 又令那些小粉紅的玻璃心碎到一地 這班傢伙就猛罵阿爾登 就說中國境內有這麼多省份做得不錯 為什麼一定要學台灣呢 只是治理一個區的人口的管理經驗 你的眼光當然是淺一點 這樣也有得說人 人家只不過說讚嘆台灣的經驗做得好 又不是借台灣來踩低你 這樣也不行 一定要讚你 那你不如控制別人的總理吧 人家紐西蘭是民主國家 那個不是譚德塞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